COMPLEX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我是KIV来自成都DG Ghetto Let's go 因为前几年也没有试过太多这样的尝试 然后这一次做这张专辑的初衷 也是想能够带到更多家乡的一些元素 融合到这张专辑里面来 所以多尝试了一下用家乡话粤语去创作更多歌曲 那天晚上我正好跟这首歌的两个嘉宾 离合跟正经熙我们在一块儿 然后我们去听这首歌 当时没有定说这首歌名叫《警察嘴》 但是我们小时候都会去那边玩嘛 然后他们两个也正好是香港人 所以说OK 所以说之后很快这首歌 我一个晚上就把它全部弄出来 然后就定的名字就叫《街杀嘴》了 我觉得《陷阱张学友》这个 我只是把它当成我跟羊队的一个比较OK的作品来看待 我没有把它歌名用作称号填写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陷阱张学友》也好 或者是《陷阱张学友》也好 《安妮》嘛我们都是很小的作品 还有像《谁名浪子星》啊这些的 周星驰每一部电影我都非常喜欢 然后这首歌虽然叫《少林足球》 但是他这首歌的采样也在功夫啊 然后还有《大话西游》里面都有出现过 只是那天晚上我跟Nono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 然后我们想到《少林足球》那种 大家有点像对抗的那种感觉更多一点 所以我们把这个歌词啊还有歌名都往这方面更走这种 对于搞澳台的人来说应该是比一个比较大的come back吧我觉得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我印象中没有聚在一起去 更多的演出给大家看到 所以这一次我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现场再去看一下 上路 上路 上路一跟二都很期待 对我而言比如说像Edison啊 算其中一个陈冠希 然后另外一个就周杰伦算吧 今年我还会发可能一到两张五六首歌左右的EP 然后这样的话里面会有一些更新的风格了 就是我有找五位国内我很欣赏的女rapper去出五首歌 然后这首这个EP的名字叫做嘉丽 因为我刚刚发完泰斯 然后我就邀请了五个我很喜欢的女rapper 每一个人跟我出一首歌做成五首歌的一个小EP 然后我争取的话在半年之内把它全部都弄完然后发出来了 我忘记哪一年了 然后她刚刚发她那个No Heart那张专辑的时候 然后当时听到之后觉得还是蛮震撼的 有点像我第一次听到Azap Rocky的感觉 然后当时听到她那首歌的时候就是后面有慢慢去关注她 然后刚刚你说到像做了一个她那首歌的remix也是在 那个当下也是就是她那首歌应该发出来过了可能有一年半两年 我们才去做这个因为那首歌实在太好听了 有啊有啊 这张但我听得比较闪 但她这张专辑里面几首主打的我也听 Red Run嘛 还有她跟那个Cavis那首可能像1516年她做的那种感觉出来 然后我觉得那个我虽然她不是一个很很high很适合现场去做歌 但那个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一定会唱的 A lot 我觉得 然后Bannertown 然后Ball without you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唱的 但我希望她会唱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是Rat Star 然后其他的我感觉可能是她一些新专辑里面的歌曲多一点 我不确定 今年我个人的大计划首先可能就是巡演吧 我个人的巡演然后会在四月多的时候展开嘛 然后像我们Digi Ghetto 然后我们今年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会在做一些音乐上面更多的 不像是前两年那个Digi Tape的那种尝试 只是我们想说我们没有做很多银河市场的东西了 然后这个是否会成为一个专辑那就等通知吧 除了音乐上我觉得就是时尚这方面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见到更多在平时可能只会在耳机里啊 视觉上见到的一人像21 Savage啊 然后三角度啊这样的 我们都可以更零距离的现场去看到了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还蛮期待的 Complex Kong我们香港见到时候见 我们先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